秦岚饭泪谈高尔祥真的很暖 最后把主持人传辞职又反转 高尔祥投资后就没有露面的高爸高妈 把号重回高尔祥灵堂 还这样 辛苦了 因为高尔祥走得很突然 亲友们人笼遭在巨大的悲伤中 高尔祥八月刚拍完的一座 怪你过分美丽女主角秦岚 日前出席活动聊到高尔祥 跟她出事的前三天我们去见面 她在代表作用 大家见面 用光影定格精彩 以影像塑造人生 她是演员 王洛丹 她是演员 王洛丹 有点意外吧 她就是很好 王洛丹在开作工中 她虽然很慢热 但是她内心非常简单 也非常非常的友善 欢迎王洛丹来 划到出我过春色的表演 她就是钟楚希 欢迎 她的好友蓝军天在发文 自在喊话要继续坚持 别让高尔祥过世真相 使成大海 而曾被拍到独自艺人 现身高尔祥追思地的主持人华绍 传出向浙江卫视请辞 华绍是浙江卫视知名主持人 曾在节目上分享并未经验 我有一次自己吐血的经历 一次吐了500cc 就前段时间是我发胖的原因 我肺里面有两个血管爆掉了 然后喷血 天哪 我特别同意就是把一天当最后一天 购未必是消极的做法 对 它代表每天会更加珍惜每一次的遇见 但华绍最后PO文 凡准表示 从未停止悲伤 离开不是我选择的方法 否认请辞传闻 网友安慰华绍别自责 认为他帮浙江卫视挡枪 但也有网友不买单 质疑华绍身为节目主持人 当天安抚现场观众的话语已有失当 而浙江卫视至今不回应高尔祥 倒地16分钟没人救了传闻 还有原本要录影的王妖明已经到半夜就知道出事 好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想说要减少一些工作量 当然会想很多 大家可以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自己身边的在乎的 多关注一些家人朋友 希望一切都OK啦 只是这样子 然后对自己好一点 那有的时候有机会 要被相信吗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因为有很多事情也是不太方便说 但是 你那个节目跟工作上 我们也本来要上那个节目 但是因为老婆 我不想要离开两三天的时间 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是半夜就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那个节目组 我们也有在群里面 所以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真的很难去接受 对啊非常难过 其实本来是同一天 这件事情 在那里面